专心聆听导览副总统萧美琴特地回到家乡花莲 以神秘嘉宾的身份感谢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集结在台日人特地来花莲游玩重振观光 其实也很多国家都很关心台湾 也都很支持花莲 这次特别谢谢片山代表 自己率先这个炮砖领域 那也邀请了许多的日侨一起来共襄盛举 向花莲的所在的旬名表示慰问 参观花莲这样通过这些行动 我们要鼓励汉地的旬名 花莲正后迎来第一个廉价 但因为交通余政还有政治因素 人潮还没能恢复以往 因为以前很多我们这边来的客人 会爬山或是那种小巴团客 现在几乎都没什么看到 观光景点不像以前热闹 廉价期间饭店住房最高也只有1成2 不过海洋公园廉价首日大约有1500人入园 虽然用廉价标准来看还是少很多 但已经有达到一般假日人数 感受到人潮慢慢回流 也是有许多民众特地选择来花莲玩 旁边有一些在整修 看起来好像是地震破坏 但是路况都还可以 另外临近的台东 虽然灾情没有花莲严重 但也稍微被影响 定房率只有3成 你是从哪里来玩的 花莲 第一次过后太久没有出转 然后往一来路由不投对的 台东的天气不错 然后风景都很漂亮 然后它这边的酒店的地方的服务品都不错 旧饭店业者趁这一次旺季变淡季 把客房家具太久换新并发布在官网贩售 加强饭店设备 希望接下来能迎接暑假人潮 TVBS新闻高中刘捲蓝亭 花莲台东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